疯狂的花豹狩猎游猪 看看这一对了雅 脸上呢还有两个大哥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游 这成年的游猪啊 个头也不小 直接奔花豹就去了啊 根本就没拿花豹当回事啊 花豹啊也是挑老弱病残的 进行攻击 成年的大游猪不好对付 鸡眼了呢也会用牙齿攻击花豹 这是一个家族啊 看看小游猪轻松拿下 又来一个 今天花豹啊还是疯狂的 这个游猪啊繁殖的速度非常快 一窝啊十多只 所以说呢他至今没有灭绝 狮子猎狗花豹猎豹啊 他们的主要食物也是幽猪 看看这疗牙 挺锋利的啊 鸡眼了也会创向对方 这个花豹啊潜伏能力真的是超强 基本上就是突然袭击 这个成年的游猪啊相当的凶猛 他们擅长于挖洞 一般都是一个家族 十多头生活在一个地下洞穴里 这花豹又潜出过来了 看看这奔跑起来 体背上的毛啊都立起来了 很聪明啊 赶紧回入洞穴 只有在洞里面呢 是最安全的 结果这个洞口啊太大了 花豹啊直接干到洞里去了 把游猪给拽出来 这咬住脑袋就不放了 损猴了啊 猎老二出现了啊 非洲猎狗 猎狗啊 一般就是不老耳铺啊 专门抢花豹的食物 结果今天猎狗突然出现啊 影响花豹狩猎了 这个 营救了游猪啊 游猪今天真的很幸运 被猎狗给救了 结果这花豹生气了 给猎狗啊 也是一顿干的 这老二今天自己出来的啊 有点防不胜防啊 被花豹干的残疾 老铁们 我们今天看看 蜜荤狩猎的名场面啊 这爪子啊 像小镰刀一样 蜜荤人送绰号 平头哥 人很话不多啊 不是在干账 就是在干账的路上 看看被大羚羊直接挑飞啊 就是不认输啊 接着干 他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公认的最无所畏惧的动物光 身上的皮毛啊 相当柔韧 狮子是咬不动的 看看猎狗 拿平头哥也没有办法 猎狗啊 在非洲草原上 绝对牛逼啊 人送绰号二哥 但是啊 在平头哥面前不好使 根本就拿不下平头哥 别看这平头哥个子小啊 但是干净仗来啊 无所畏惧 牙齿也非常锋利啊 而且平头哥的智商啊 非常高 专门挑要害攻击 可以攻击狮子的搞完 一招之敌啊 这小平头哥啊 最爱吃的就是蜂蜜 还有毒蛇 吃毒蛇啊 就像吃辣条一样 而且擅长于爬树啊 这是黑背财狼 猴精猴精的啊 非洲鹿龟 黑背财啊 想吃鹿龟 但是啊 没有打开 这么聪明的一个动物啊 拿鹿龟也没有办法 想打开乌龟的壳子啊 不容易 看看平头哥啊 这是老鹰 老鹰啊 从空中抛下乌龟 把壳子拽开 这就是一物相一物啊 各有各的方法 但是这平头哥啊 轻松的把乌龟拿下了啊 而且真正的吃到了乌龟肉 真的聪明 世界的动物园呢 都没有看住平头哥 基本上都是越狱 热头虽然不大 智商啊 非常高 看看吃到拿它 也没有办法 真的牛逼啊 疯狂的游猪 大战猎狗 看看这一对雕雅 非常锋利啊 这游猪啊 奔跑起来 几倍上的毛啊 都立起来 非常有冲击感 也是不好对付啊 游猪呢 擅长于挖洞 整个家族啊 生活在地下洞穴 只要不出来啊 非常安静 这一对雕雅啊 非常努力啊 脸上还有两个大哥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游 看看干猎狗啊 猎老二啊 在非洲草原上被称为二哥 也是有一号啊 他们是合作狩猎 这一个族群呢 多的上百只 这个猎狗啊 咬和力超过了狮子 狩猎呢也非常努力啊 结果遭到了游猪的补查案 猎狗必须合作 群体的狩猎才能成功 单打独斗的话呀 力量不够强大 关键是恶狩 这个队友过来了 这游猪啊 奔跑的速度也不慢 这游猪很聪明啊 赶紧回入洞穴 它的洞穴非常深 看看这小游猪啊 这速度更快 猎狗可以啊 把游猪从洞穴里面拽起来了 猎狗的狮子看了半天 准备从猎狗的口中啊 把食物抢走 猎狮是草原上的大哥啊 手猎游猪非常容易 猎狗啊 猎狗啊 没有办法 只能放弃猎游猪 根本就不是食物的队犬 但是食物啊 轻松的拿下游猪 这是青年的大游猪啊 食物啊 还是够厉害 远处的猎狗只能看着 这食物王真的没法 对面的母狮子啊 也守卫了一头猎狗 谢谢大家 们下集晚了 我们下集中的三天 甚至是两年组的 我们下集中的那天 我们下集中的一天